我们看随部传里有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五大郎 他明明是有这个铺面的 他为什么没有开一个包子铺 而是到处挑着卖 这个可能跟宋朝的商业管理是有关的 宋朝的商业管理 它分为官商跟私商 然后私商就是分为行商 以至坐商 那么行商就是挑着担子买 坐商就是开个店铺 那么五大当然属于行商 坐商往往更正规 他需要加入行业协会 宋朝有个行业管理制度 就叫韩 你商人要想坐大 你必须要入韩 入韩的话 你就是一个坐商了 当时的开封 有大大小小 160个韩 包括了各种的商家 那么韩也按照规模 给你分为上户 中户和下户 韩有韩头 宋朝政府主要通过 韩来管理商人的 而且很严格 比如说你不同的韩 要有不同的着装的 当铺的话 你要穿黑衫 脚带 而且你不顶帽的 所以通过服装 你就知道这个商人 大概是干什么的 交易场所 交易的金额 都是通过行来控制的 而且收税 也是通过行来处理的 如果说武大要开铺的话 就势必要入韩 要入韩的话 就不是卖包子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的服装 你的纳税 都要上规模 而且要通过 更严格的衙门的审核 那么武大郎的本钱 显然是不足以入韩的 另外呢 武大他不开铺面 而是挑着卖 可以享受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税收优惠 宋朝规定 放夫 放妇 试税交易 可以免税的 就是你这种挑着卖的生意 摆地摊的是不需要纳税 所以这个武大 他明明不放心 家里有这么漂亮的老婆在家 依然选择了 挑着担子出门 而不是开一个包子铺 导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继续